大家好,我是中师傅 今天做一道 猪肚鸡 今天有老乡过来吃饭 做一个猪肚鸡 吃一下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是猪肚鸡 不是猪肚包鸡 猪肚鸡和猪肚包鸡 是两种做法 不一样的 你记得了吗 猪肚一只把它破开 这样更方便清理 下廣东米酒 三勺盐 适量生粉 用九牛二胡子粒抓洗 把粘液去掉 然后拿去用水清洗干净 锅放水煞猪肚 滚三分钟 再一次拿去从水解冻 清洗干净 改刀切开 用刀刮掉表面的粘膜 再次改刀切成小条 也可以按照饭的做法 切斜刀片 两种切法 自己看着办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热心摊酒鸡脑 帮砍好的三王鸡一只 加水简单的清洗 然后挤干水分 下盐两克先揉匀 下生粉两克 目的是让鸡肉变得滑嫩 最后来点油揉匀即可 准备药材 红枣 当生 沙生 淮山 玉竹 当归 用温水浸泡一下 开始制作 锅下油 下姜片 下猪肚 花三分钟 炒香 下五克浮胶粒 继续炒香 淋油广东米酒 加油一盆开水 下刚才泡好的药材 大火滚五分钟 把它滚成像内内一样白 装油包里面 开火 煲半个小时 大家注意看 小中式包 不是鸭 半个小时后 开盖 把鸡放到里面 用小火滚五分钟即可 注意 这个鸡是很嫩的 包熟就可以了 下适量枸杞 用三克盐调味 即可出锅 用密筛 先把药隔出来 再隔一下汤 隔出一些胡椒粒 这样喝汤的时候 就不会经常吃到胡椒 一道像内内一样 白的猪肚鸡 做好了 你学废了吗 健康 养生 无添加 你 即得拥有 准备蘸料 切适量冲发盐水 下生抽 正经的发生油 猪肚鸡 猪肚鸡 猪肚鸡技术总结 一 猪肚必须清洗干净 把粘液去掉 二 加油开水的目的是 激发蛋白质 让汤变白 三 猪肚包半个小时 变爽口 包一个小时会冷一点 二 选一 自己看着办 四 做得不好 仅供参考 五 以上食材鸡调料 不喜欢吃 可以不放